社群水土頭的北港十角水塔 在1929年現金 當時主要用途是用來 強硬民生自來自使用 雖然時代變成 年過四周的歷史建中 在民國九十五年 廣府亞定期制的館長高潮 正出經費來徵修 又結合正面的環境 幾位了水土頭文化豐富 尤其要擴大這個廣共路有的功能 環境文化豬亞中水土頭高潮 變成是UK核武中心 上午也基本前三日出電力 丁民視上東老子 今天是北港UK核武中心 前三日的好日子 主辦單位安排南陽國修電音 三太主來熱場 政策表演的現場充滿喜氣 主辦單位安排南陽國修電音 主辦單位安排南陽國修電音 雖然館長李鎮長北港町長 北港調天共黨事長頂長官 共同來進行加倍入手的儀式 三二一請接牌 北港遊客中心正式啟用 這不代表我們對北港 還有一個觀光路有的發展 為了要讓我們所有的旅客跟商客 我們的服務品質進一步的提升 尤其是基礁要再次點 是我覺得非常要緊 就是大家對我們這個水土頭這個園區 對我們的石角水塔的一種認同 水土頭是北港町真有代表性的歷史 主建物一日為了要行銷在地文化 推動觀光路由 北港頂公所在價值 已經有基礁幾六個月的藝文 音樂暗會 未來也已經正出到文化寶的經費 更大文化橫幅的建設 前無多久 我們文化寶寶來到北港 尤其是來到水土頭 來看來之後 它肯定有說 已配上有三個切齊 已經贏了2311萬 要來整理到水媛家 在一些日本的古書 调天共党首席也表示 欢迎台湾顶会扮了很成功 尤其是水道头的顶顶库 起源很多油漆 大大来行销北港顶的观光路由 还有妈祖综教文化 他现在的会顶 比是从水道头的顶顶都提升起来 比是水道头像我们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水道头像没人知道 他现在的会顶会 大家就知道水道头了 官府文化处表示 未来北港油漆服务中心 有提供很多观光路由的服务 欢迎乡亲度假来利用 既就欢迎昆昆茶方报导